大家好,我是杜丽,欢迎来到Mite学院 好,我们来继续学习Zip的这种大型项目 上一条课我们主要讲一下Zip的应用程度的ABS 这种制成的这种真正结构 本节课我们主要来继续讲一下这个应用程度的一些利用 主要是这个Zip的应用框架部分的这样的配置 以及如何去部署我们的这样的应用 大家可能会发现这里好像和前面有点不太一样 前面的话我们主要是填写这种针头 了解这种针头的这样的定义的这样基本的情况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呢主要是通过这种应用程度的这样的配置文件 也就是Propile来描述设备的这种服务信息 然后创建一个可以在不同的设备上进行这种复操作 这样分布式的定义 每个Propile都使用一个唯一的这种处标识符来标识 这样就能够标识出这种数据的流出流进设备的这样的一些属性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当然就是 如何创建这种Zigbee的这种Propile Zigbee定了两种不同的这样的Propile 有什么制造商定义和这种公共定义的这样的一些Propile 如果开发商厂商要定义满足特定需要的这种Propile 有这种16位的词的描述的设备标识和这种处标识符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个Propile里有2的16之方的这样的可能的这种设备描述和这种处标识符 这种处标识符的事情 前面我们讲过端点的分辨的情况 由右轴系来界定在设备端点上如何去这种部署应用 还有应该安置在哪个端点这样一些事情 而且每个端点都可以创建简单的描述 用于这种符的发现 后面我们会讲到这种描述符 到现在为止 我们在设备上就有了这种既定的这样的Propile 而且它符合这种Propile 力不顺便描述使用的这种处标识符 那么就能做一些什么呢 就能把我当部署我们的应用了 你一个应用分别了一个不同的这样的端点 在这个端点上就会使用这种描述符 来描述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这个符的描述符 这个符的设备使用描述符 描述符这样的数据结构 来描述我们的节点 或者说是应用地下的一些特征 这样就能大大的方便 不同的设备相互通行的需要 先来看一下这样一张图 这里就是这个这个符的描述符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五种描述符 比如这种节点描述符 就是这里的地下就是load 还有这种还有节点端点这样的描述符 还有这种简单的描述符 还有复杂的描述符 还有这个什么也有描述符 这样一些描述符 那么这里的em就是表示的是 是各种这个符设备是必须制止的 那么0 那么这个o呢 这表示 下面大家就猜到了 当然就是可以就是可选的这样的情况 服务发现程序 非使用这种设备的设备 设备配置文件 请求也以行止这种端点 您来查现这种描述符的机析 需要注意的就是这样的节点 节点 电源 还有复杂 因为描述符 这样 这些个描述符 是符合 是适用于整个节点的 而简单描述符 是要指定节点中的美元端点的 如果一个节点描述符 包含了多个这样的子单元 而每个子单元 又有不同的端点 那又有怎么读起 这些个端点的描述符呢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 这个设备的profil 描述 里面所指定的这种端点号 才能够读出 下一个端点的描述符 下面我们挑一些重要的 这样的描述符 来基底的讲一讲 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节点描述符 这里也是画了一个图 这就是这个节点描述符的 各个子单 这里体现的是 这个这笔的节点的 这种节点能力的 这样的一些信息 每个节点只有一个 节点描述符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看一下 这里的每一下 逻辑子段 逻辑力行子段的 它的长度是三位的 是指这笔的节点的这种设备例行 比如000就是这个 这个笔的写掉器 而001就是这个的路由器 还有 010就是这个 这笔的中端设备 剩下的就是保留将来使用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可使用复杂的这个描述符 它的长度是一倍的表示设备 是不是可以使用一个复杂标识符 接下来我们看看 可使用的用符标识符 那么它的长度也是一倍的 标识的这设备 是否可以使用一个用符标识符 下面我们来看看 A边是这个标识 它的长度是上面的 表示节点 应用自知之常的这样一些功能 下面我们来看看 评论之端 评论 它的长度是五位的 表示今天使用的是 i11802.15.4的 所制止的这样一些评论 他们这个字段比较简单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Mac功能标识之端 它的长度是八位的 指引栏接点的这样的一些功能 有必要详细讲一讲 我们来看看 这个Mac功能标识之端的 这样的格式 可是这里也是画了一个图 那么第零位是备用的 这个PIN 协调器表示的这个设备 是否有协调 有协调器的这样一些功能 第一位呢 就表示设备列行 表示的是这种 节点是前功能的设备 还是这种简单功能设备 那么第二位呢 是电源位 表示的这种设备 用的是这样的组电源 如果是组电源的话 那么这位就会设置这个腰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位的这种空间时段 接收器是能表示的设备 是否因为需要闪电 而关闭它的这个接收器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五位的 第六位的按键是能 表示的设备是不是使用 规定的安检组络发送和接收这种加密的这样的针 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分配地址 就比较简单的表示的是 是不是分配地址什么的这样一些东西 这个就是那个功能标志之段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制造商代码之段 它的长度是16的 表示这一部的联盟分配给该设备制造商的一些代码 接下来我们看看最大繁荣期的大小 它的长度是8倍的 表示范围是00000到027f 表示的是接点网络只呈数据单元 nsdu以字节为单元的增加率的最大的长度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大输入传输大小 它的长度是15的 那么它的范围是0s0002到027f 表示的是一次信息传输里 可以传输个该界点的一有字 一有字成数据单元 以字节为单元的最大的长度 下面就有问题了 就是这里的值如果超过了上面所讲的最大环渠的大小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把这个数据进行分段 下面我们就会看一下服务研码之段 它的长度是16的 表示该自己的这种系统服务的能力 而且可让其他的节点发现特定的这种系统服务 接下来我们看看最大输出传输大小 它的长度也是16的 它的有效范围和上面一样也是0s000到0s7f 表示本节点以单个信息传输的应用 只成数据单元 asdu的这种最大的长度 它也是以字节为单元的 和这个上面一样 它的操作了这种最大的缓冻期字段的值的时候 那么也是要对它进行分段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描述符能力之段 它的长度是8位的 它的第0位就表示这种扩展活动端点的表是可用的 而第1位表示这种扩展简单描述符的表可用 后面的这样的一些位是保留的 那么接点描述符就基本上到这里就讲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接点电影描述符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张图 这是接点描述符的这种描述符的意义 有什么当前的电影描述符 当前的电影这种电影模式 当前电影来源 可用的这种电影来源 还有当前电影来源的电量 这么四个字段 那么这些个字段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那么这里就不讲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简单描述符的字段 还是来看看这样一张图 现在看一下端点字段 它的长度是8位的 表是相关接点的这样的端点的编号 注意这里是只有1到240的端点 才能比义有程序使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亦有符号的标识符 它的长度是16位的 归类的端点上所制止的这样的符号 注意符号向从制作这个笔的联盟进行申请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亦有标 亦有设备的标识符字段 它的长度也是16位的 归类的端点上所制止的设备的标识符 这里也是要向这个笔的联盟进行申请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亦有设备版本的字段 它的长度是适不得 归类我们这个端点上所制止的设备标识符的版本 接下来我们看看亦有输入处 即是计数器之段 它的长度是8位的 归类的这个端点上所制止的输入的这个处数 这些输入处出现在亦有输入处列表字段中 如果为0呢 那么这个亦有输入列表字段就不存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亦有输入这种处列表字段 那么它的长度是16乘i i呢就表示这种亦有输入处计数器之 计数器之段的这个词 那么这个词就表示这个端点上所制止的所有输入的这个列表 亦有输入处会在绑定亦有程序之间 绑定亦有程序之间所使用 下面的就是什么亦有输出处计数器亦有输出处列表 这些基本上和上面的输入就差不多了 这里就不讲了 下面的什么复杂描述处之端 又不描述过之端 因为是可选的 所以我们这里基本上就不讲了 等到后面涉及到的时候 我们再起底的讲一讲